人气话题来看到 出国旅游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喊咖 让航空业者纷纷推出了 类疏国行程拉抬业绩 不但是华航跟长荣 现在就连新宇航空 也寄出了搭机一日游行程 还主打是由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来直飞的 每个人5000元有涨 这活动一上架 在短短30秒钟之内 立刻就完售 而另外廉价航空虎航 也看准了商机 正要带民众 飞到日本路尔岛跟福岗 沿途导览 空中美景 还会送一张 日本任选航点的来回机票 每个人8888元 但是有专家看了就建议了 其实在选购前 最好还是要先抵价 因为不见得送机票 就比较划算 新宇航空初号机 去年在董事长张国伟 亲自直飞下风光灯台 如今K董将再次出马 重登驾驶舱 要亲自带民众体验泪出国 推出飞行不落地行程 抢先长荣滑航 选在8月7号登场 将从桃园机场出发 沿着台湾东部 往菲律宾方向飞行 更主打飞行经过的地点 藏油彩蛋 活动一上架 30秒就完寿 除了打出K董魅力牌 这回新宇也安排了 鸡瓶勤务车队秀 售价每人4688元 还与饭店合作推出机家酒 长荣航空则主打 搭乘Hello Kitty梦想机 每人5288元 华航则推出空服员体验 一大一小报名 每人6000元 还有限量商务舱 因为很久没有坐飞机 去买这样的行程 我本来不是很建议 5000甚至到8000多的价格 已经可以飞趟像是马祖 飞趟金本 去达到真正去旅游的目的 另外廉价航空 台湾虎航也来凑一脚 飞行路线行经阳明山 台北101 再到日本陆尔岛长崎 最后绕到福岡国际机场 沿途导览空中美景 还送日本任选航点来回机票 可等到疫情后 再使用每人要价8888元 标榜说马一送一号 可是它的价格是8000多块 也就是说 比起虎航平常的特价 没有感觉说比较划算 看准民众想飞的心 航空业者想方设法 包装类出国行程 都是开卖就秒杀 搭机一日游 意外成为疫情限定的旅游热点 记者综合报导